随着中美两国交流的不断深入 两国人民交互访日益增多 再加上2016年将会是中美旅游年 中国四川省旅游局 日前率领当地旅游代表团到访洛杉矶 大力宣传四川旅游行目 拓展美国远程旅游客源的市场 四川省旅游局以四川不单有红猫为主题 到现场的旅游行业代表 介绍了四川丰富的自然风光 多彩的人民风景和古老的文明 提前布局中美旅游年 我在想一下四川具有旅游资源 非常富贵 可以说是世界上旅游资源 秘籍都最高 品位最高 也是最受世界游客 特别是高端客人欢迎的地方 喜欢的地方 所以说我相信 现在很多喜欢去旅游的人 一定要选择生态环境好的地方 那就一定是首选四川 再有一点为什么要到这来 我相信很多观众的话都特别喜欢中国菜 中国菜里面一定最喜欢的又是川菜 但是川菜的发源对在哪里 在四川 所以我想这两个都是我们最重要的 正在推广的旅游线路产品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领事黄雷表示 2016年是中美双方领导人确定的中美旅游年 希望中美双方的旅游行业 以此为契机 加强交流和沟通 探讨互利合作 实现双方旅游交流规模的新突破 据悉 今年有27万的美国游客库四川旅游 已经超过南韩、日本 成为四川旅游第一入境大国 天下卫视记者马俊 筹方报道